这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以大部分同学来看 57.9%是进阶的 所以大概占了快六成 所以我们上课 当然就是以这个 为上课为主 另外还有大概26.3%的同学 是有开发的经验 当然更好 不过如果说有些地方 假如说你已经会 没关系你可以先往前推进好了 因为我们东西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先试做看看 再来的话 如果你是选了入门 这个大概会有三位同学 或者可能有些同学还没填 那如果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要不就是你要比别人更努力 要不就是 你可能就是要 选择是不是要退出或什么 这很直接的 因为你如果学得很辛苦的话 那当然成效不好 那也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大家对哪部分上课内容 比较有兴趣 其实我也是最想要知道的 看一下 最长的就是 其实网路爬虫 OK 爬网路资料 不过爬网路资料 不是说你想爬 就马上可以爬 你前面可能还了解一些 Python的一些基本的 像变数 像逻辑判断 像回圈叙述 还有像档案的读跟写 比如说你爬下来的东西 你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说你可能还要把它存起来 那存在哪里 档案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存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后面我们这些 前面会先讲基本 你应该知道的 再来的话 再针对后面延伸的部分 我们再做说明 比如说如何去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当然有比较好抓的 也有比较复杂的 甚至有些是你可能看得到 但是抓不下来的东西 当然可以有潜入深 我觉得一步一步的 不然你一下子挑战太高难度的 什么东西都抓不下来的话 那你当然也会有挫折感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后面会再说明 我们这个最多同学有兴趣的 第二个就是 他们同学还是想要先把 基本的东西弄好 所以基本语法 就今天会开始讲一点 再来就是我们的结构控制 包含就是一些逻辑的问题 逻辑其实不外乎什么 if 其实如果以前你有学过其他语言 都差不多if 然后else if 然后剩下就else if else else 一直else下去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逻辑判断里面还有联极跟交集 有没有偶尔跟end 这个跟VBA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两边如果要互相转换 其实只要把一些语法改变 结果应该都差不多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呢 档案跟资料库 所以将来呢 你要怎么样开档 关档 或写档 或者甚至说你不是只有写档 你要把档案一直写写写写 写在同一个档案里面的话 比如你有可能有一百个档案 你要把它变一个档案 全部绘成在一起 发现很多人 VBA里面也可以这样做 可是很多人不会 但想学 然后Python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那Python可不可以直接帮 取代VBA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 并不是不行 只是说你用Python写好 还是用VBA写好 哪一个方法会比较简单 OK 我理论上 但在esl里面 用VBA还是最简单的 你就不用再隔一层 直接就可以存取 直接存档就好了 那Python的话 可能还要 去用到外部的一些 外挂的一个套件 你才有办法去做 读写esl的这个动作 所以难度相对的 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其他的话 还有哪些地方 大家比较有兴趣 也是抓网络资料 所以抓网络资料 最多同学希望学习的 其他为什么来学这门课 大部分就是想要多学一点 还有有兴趣 刚好业务上有需求 有五个 这五个 五个会不会刚好就这五个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了解一下 其实如果你没有填的话 大家就找一个时间填一下 我大概只是想要知道 大概相关的数据 因为我比较可以掌握大部分同学的需求 好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进到云端白板里面 不过云端白板里面 可能他现在因为网络速度可能不够快 所以会比较慢一点点 那你们先第一个章节吧 第二会依实类推 所以底下的话会有这些东西 那其他有一些会用到的档案会放在这边 其他也许还有什么安装环境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我这边下载 如果云端好像有点慢 所以待会呢 如果你要装一些东西的话 我还是建议从网方进去 那网方的话呢 基本上你们可以从网方的话 这边有那个网路吧 待会你们也找一下网路 网路里面的话 我记得好像这个 TC FST Taipei这个PC 好像是这个吧 里面的话你找到user user公用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需要的 包含就是这个 Python的安装环境 跟那个Eclipse要的东西 大概这两个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抓 相对的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待会这个部分 跟各位说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安装那个环境 那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个VPA是直接开起来 就有一个环境出来 可是呢 Python其实没有这么方便 因为我讲过了 他以销售之余 可能像餐厅一样 有服务生帮你弄到好 因为你有付钱嘛 如果你没有付钱 可能微软会找你麻烦 因为现在很多嘛 有那种直接就是检局啊 还有奖金的 对不对 然后你们公司就会被罚钱 那当然他不是要帮你告到党 他就是要你付钱就对了 所以比尔盖智慧世界首富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因为Office Windows 光这些东西就很赚了 但是呢 自由软体又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自助餐 你要环境没关系 我可以免费给你用 但是你不是用商业用途除外 你如果非商业用途上面 我可以免费给你使用 但是呢 你必须要自己service 自助餐就对了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把Python环境装起来 但是环境呢 他给你的环境是非常阳春的哦 有点像记事本里面写程式 记事本里面写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如果他写完之后 save之后呢 给他一个 一个档 一个他的档名点py 存档 然后呢 你在DOS底下环境 下那个Python的执行命令 空一格 去执行那个.py的模组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但是哦 非常 那一般人不会这样选择啦 所以呢 我们可以装另外的环境 就是叫Eclipse 因为Eclipse目前啊 他也是自由软体 那他的好处是怎么样 他可以让你不需要下任何指令 打完成式之后 直接可以执行 并且可以看到结果 另外他里面可以帮你做除错的动作 如果你程式有些地方 你写不好 他会告诉你哪里写错 另外会给你很多提示 所以呢 我建议 先把那个什么 Python这部分 那当然你要找到Python很简单啦 其实哦 就直接怎么样 Google一下Python第一个就是啦 所以这边我没有给连结啦 因为你Google Python嘛 第一个不就welcome了 对不对 里面的话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呢 你要download是哪个版本 所以这边不是有download 最新的版本就3.6 那你按下去就自动下载啦 不过我建议先不要下载 因为呢 如果你每个人都下载 那就会塞车了 第二个你要怎么学习 其实这边有个documention 有没有 documention里面呢 他会就是 他的所有官方的文件 都在这里 所以哦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最官方一手资料 都在这里 但是他有个缺点 就是都英文的 所以你可以documention嘛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3.x的 当然另外还有个2.x的 这是旧版 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 他慢慢弃用中 就是以后可能不更新了 那未来我看趋势 应该有3.x的版本 比较为主啦 那只是说有些旧的程式 以前人写的都是2.x的版本 那些其实也可以拿来用嘛 只是说可能还是有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google到的结果 网络上的程式 你贴过来不见得可以用 因为他有可能是用2.x的环境写的 那里面的话呢 文件在这里 documention 如果你想要看他的里面的东西的话 进来之后 他的documention 里面的话就是有英文的 有法文的 有日文的 还有韩文的 这是没有中文的 OK 所以目前没办法 如果中文你也可以直接看 所以怎么办 你选一个吧 好像英文比较接近 日文这些 日文里面有汉字 不过还是会需要猜很久 英文里面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要学的最关键的东西 都在这个library library就是韩式库里面的参考 library的reference 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完全了解它里面的东西 这边就有告诉你了 从第一章第二章 有没有 他如何建立一个方权 制定函数 然后呢 怎么去一些相关的 那个什么呢 逻辑这边有提到 还有资料形态 这么多资料形态 就是他的资料形态这一些 然后还有这些 有的没的 这里面 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阅读官方的资料 绝对都有答案 但是我讲过啦 像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什么 把它当字典一样 需要的时候去查询一下 那你至少要知道一下 一手资料的东西在这里 那待会第一个 请各位呢先下载了 不过我想这个 你如果大家都下载会塞车 所以请各位到哪里呢 到那个刚刚讲的网路里面 找到这一台 里面的话会有个功用 功用里面的这个吧 也许你就先把它复制过来吧 再安装 所以第一个需要这一个 第二的话我需要一个Eclipse 所以Eclipse是这一个 把这个直接搬过来吧 OK两个东西 那这两个其实比较大一点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安装 安装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开发Python用到 另外Eclipse是我们用来做 那个写程式的时候会用到它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 最后合并在一起 所以要需要做一些设定 怎么做 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这两个环境也许 先准备好 好的 谢谢观看